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与董公戏言罢了 此福一族 四寿汗陆 岂无忠君之心 愿诛兄一臂之力 共诛国贼 此福有此忠心 乃社稷之性 可你我势丹力薄 难成大事 将军断头 壮士议裂 欲出曹贼 等照忠义之势前来 于密室中破旨杀邪 定立盟约 共享义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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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作甚 身为左将军夷成停候 倒在这后院种菜 大哥之意岂在学谱 要指我良苦用心哪 奉陛下血赵 士除国贼 有负此盟者 天诛地灭 有负此盟者 天诛地灭 将军手边任重 仍心系社稷 实乃社稷之幸 国舅首唱一举 马腾愿同西领兵马为援 将军赤探忠心 陛下一心甚深 不知将军还有何高见 忠义之事本就难得 何不与此人共相打击 他是何人 皇叔 刘玄德 此人万万不可 为何不可 刘玄德虽为皇叔 却依附曹操 他岂会参与我等诛曹一举 那日围猎 董公可曾 见他与关羽的举止 我等布放一试 国舅深夜到访 必有要事 白日乘马前来 恐曹操见仪 只得乘夜色来发 来人哪 为董国舅针灸 是 董某并无饮酒亚兴 国舅不饮 你等退下吧 是 董公有话 弹讲无妨 那日许天为烈 关云长可有除奸之举 国舅 国舅此话从何说起啊 云长拔剑在手 皇叔牧师摇头制止 他人未见董某看得真切 国舅误会了 国舅误会了 误会了 吕帝航武出身 举止鲁莽 若有冒犯 乃刘备之国 我舍身家性命造访 皮肝立丹 直言相告 你为何闪烁其词 国舅不必动怒吗 有话细说 关羽乃忠义之事 岂容曹操戒阅 你身为当今皇叔 自当为圣上费忧 尽曹操有欺君往上之举 难道刘皇叔 无奉安社稷之心吗 备 身处龙潭虎穴 只得行韬惠之计 曹操耳目众多 故而不敢轻率直言 刘皇叔接着 不敢轻率直 不抱拨 身在护穴 密手血诏 无奈汉事一脉 绝不负皇上重心 刘皇叔 二位将军有何贵干呢 丞相有请 宣德 参见丞相 使君在家做了件好大事啊 我 后院学谱不易 使君颇有闲情意志啊 闲暇无事 偶尔为之 丞相过誉了 使君雄才大略 至日不再嫁强吧 刘备幼使 即家道中落 喝除力更之苦 备岂能不知啊 我并无悠悠临下的雅兴啊 我数物缠身 对使君照顾不周 今见后院青梅满枝 便差人煮下美酒 请使君品尝 丞相李政 素叶幽勤 百忙之中还记挂着刘备 使君过谦了 记得那年征讨张秀 路途缺水 将士口渴难难 我忽而心生一计 欲马上扬鞭须指 前有梅林 将士文言皆口中生金 今日得见此梅 不可不赏啊 请 满吟 满吟 铜鱼密布天外龙卦 吉诏吉诏啊 是君之蛟龙变化吗 被财书学浅 不知其想 龙能大能小 能生能瘾 大则星云土物 小则隐记藏行 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 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龙之为物可比当世之英雄 谁为当今英雄 请使君明示 把被肉眼凡胎 安食英雄 玄德不必过谦 不妨直言道来 淮南元术 兵梁足备 可谓英雄 元术种种枯骨耳 我早晚必擒之 河北元术四世三宫 虎聚济州兵多将广 可为英雄 元术色力胆薄 好谋无断 敢大势而牺牲 见小力而望命 非英雄也 有一人名称八俊 威震九州 刘锦生 可为英雄 刘表虚名无实 这有一人血气方刚 领袖江东 孙伯福 真乃英雄也 孙策借父之名 非英雄也 益州刘继玉 还有张秀 张鲁 韩隋等位 丞相意为如何 使君罗列 皆庸入小人 何足挂齿 说此之外 背识不知 何人能称英雄 辅英雄者 雄徒远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之 曹公 那依你看来 这天下 谁能称得上是英雄呢 今天下英雄 为使君与操尔 使君何以如此 一阵之威 乃至于此啊 大丈夫 亦为雷乎 圣人闻迅雷锋利 仪态必变 废 安德不畏啊 刘士君熟读经典 出言为论 应对欲如啊 来 干 把大哥住在府中 为何不须痕迹 未有臣患 不得擅入 九尺丹齿 哪也去的 咱住这里进不得 府外何人喧哗 将将军 守安武藏 丞相 张飞关羽 前来寻刘士君 丞相 带我前去看看 使君有这般兄弟羡慕之之啊 你我一同前往 我等怕大哥酒队失礼 偶尔前来照应 将府门前 喜敢撒破 将军不可鲁马 来呀 以我拿下 如若动武 休鬼俺手下无情 三弟不可造次 以得住手 此地非鸿门之眼 安用相装相搏呀 主公 曹公 曹公恕罪 事才风云突变 念善雷鸣 因大禹将至 故儿来接大哥 果真是桃园之交 一搏云天 令人生献呀 曹公谬讲了 来呀 在 挑选上等好酒 连同青梅 一同送往使君府上 丞相 使不得 使不得呀 青梅煮酒 岂能你我独享 也让官张二位品尝啊 还不快 谢过丞相 多谢曹丞相 好酒 好 我两人得知哥哥去了相府 又见许酒不归 因怕生意外 只得找上门去 是 这曹操 以梅淑煮酒为名 设下酒宴 西间隶属当今各路诸侯 竟声言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儿 大哥如何作答呀 我闻听此言心中一惊 手中持住掉落地上 恰有雷霆乍响 方才掩饰过去 大哥后院学谱 小弟明白此意了 老张却不怕他 我知学谱 想让曹操置我胸无大志 曹操雄才远利 原本初之柳 不在话下 你我身在许都 自当隐忍不露 不可不防啊 大哥所言甚是 我等自会谨慎 丞相 满宠出使归来 现在何处 门外恭候 快传他进来 是 徐多令 丞相有请 丞相 真是神算哪 公孙瓒 果然败于袁绍之手 他兵败之后 杀其灭子 然后自议 如此说来 袁绍得了一经 收了暂军 势力不可小觑啊 袁术众叛亲离 不得已欲投袁绍 若二元合为一股 更加难以收复 丞相早图为事 袁绍乃中原大患 岂能让他坐大 我自有对策 丞相的意思是 对策略 承真相 我来说 废话 要说 你去那边 你败了 你败了 帅哥 你败了 这次败了 你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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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败了 你败了 我败了 生性谈悲 竟罪卧不省呢 使君请坐 谢丞相 使君 一惊战事 你可曾听闻 有所耳闻 公孙瓒退守一惊 铸成巨手 怕难挡袁绍公事啊 看来你惦念公孙瓒哪 当年我与公孙瓒 同在庐职门下求学 既有铜窗之意 更有举剑之恩 试想当年 十八路诸侯 巨翼董卓 关于为公孙瓒举剑 横刀跃马 温九斩华雄与马下 令帝 是一战成名啊 可惜诸侯离心 功败垂成 使君不忘铜窗之意 乃仁后之人 方金天下 他能有几人 丞相过奖了 只可惜 伯归无后 无人复仇了